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共创行业新价值 我们这次的采访的主题主要就是聚焦在金融行业跟数字科技将如何结合在一起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问一下我们曹总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金融业的数字化目前处在一个加速的阶段 那在您观察现在这个进程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吧 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全球的情况 我们认为近几年其实的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属于一个快速加速的一个过程 因为根据这个Brady Kane的他的提法 我们金融行业从传统的1.0到2.0 然后到3.0的移动时代到4.0的金融服务无处不在 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其实中国是处在一个从3.0到4.0这么一个阶段 而且我们在全球来说 因为我们在全球有做全球的业务 我们对国内和国外的情况都比较熟悉 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现在尤其在消费金融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领先的 华为在为这些客户去定制独属于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转型的方案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然后包括是怎么样去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些服务的 我们自己呢在这里头呢我们提出了有几个方向 我们说第一呢现在大量的客户要接入金融服务 我们认为这个连接的能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认为基于华为的这种技术能力呢 我们持续地在助力客户构建全新的这个连接 那另外的话第二个呢就讲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加速 它的数字化 因为在这里头大量的这种对数据的使用 对云的使用等等对AI的使用 那么在这里头呢需要重构大量的这个技术 或者升级大量的技术 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云啊 人工智能啊等等技术 可以的快速的帮助啊 金融客户啊在这个地方啊直线升级 那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在追求一种业务敏捷啊 这也是我们呃一个聚焦的聚焦的方向 我认为无论在图C端啊还是图B端啊 整个的这个都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去做啊 那么整个从华为过去这十多年来深耕金融行业呢 呃我们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我们现在呢呃我们在全球啊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是过去一个简单的啊 提供技术方案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们跟很多客户在结合他自己的场景里 我们是一个很深的这样的战略合作的伙伴的关系啊 共同来探讨啊一些未知的世界 共同呢呃去在一些行业的场景里啊进行深耕 呃我们也知道就是普发跟华为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 然后尤其是这次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发布了一个联合的报告 这个物的银行白皮书 然后这个报告其实我也很感兴趣 因为物的银行这个概念应该也是首次提出来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杨老师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物的银行 尤其是这个物我们怎么去给它定义呢 物的银行的概念呢分为广义的理解和狭义的理解 从广义上来讲 物的银行就是物作为银行核心生产要素的业务形态 银行可以围绕物设计各种业务场景 利用物来接触到更多的客户 利用物提供的信息来更了解客户 这样银行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个性化产品 从狭义上来讲 具有信息感知 信息处理 信息存储 和信息传输能力的物 我们把它称之为智能物 而物的银行能够把这些智能物 成为直接的服务对象 甚至可以给它开户 举个例子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各种机器都在帮助人类完成各种繁琐的工作 比如洗衣机 比如扫机机器人 我们认为总有一天 机器也会或者说AI 也会帮助人类完成一些重复性的金融事物 这个时候银行必须具有服务这些智能物的能力 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跟传统的数字化的银行相比 其实物的银行可能对技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一些需求 那么就想请这个先请我们这个杨老师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物的银行可能它在比如说像业务流程的这个管理 包括那个风控方面 它可能相比普通的这个数字化的银行有哪些更高的一些标准 物的银行其实在很多方面对于传统的数字银行都是有提升的 就像您刚说了在这个流程方面 实际上因为物的银行通过物这个媒介把这个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进一步打通 所以相比于传统的数字银行 它能够更彻底的做到这个业务流程的线上化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风控方面 那风控的话 实际上传统银行的这个信用体系主要是建立在主体信用和交易信用之上的 那物的银行更是把这个客观的这个数据引入到了这个风控体系里面 从而形成了客观的这么一个信用体系 那这样的话银行能够更全面实施动态的感知风险 那要满足这两点的这个提升 实际上是需要很多这个技术的支持的 好的 那曹总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我们认为物在未来 它虽然不是人 但是它在人围绕在人的周边 它也是可以有金融属性的 对吧 在人的一定授权下 也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金融的这种活动 金融的交易的 我认为这件事的发生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延伸性的创新 它真的是能大大的开启了我们过去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这个边界 对吧 随着将来万物互联真正的这个落下来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呢 在这个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对吧 人在那个时代呢 很可能就能从大量的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日常的工作中 能够被解放出来 那物呢 有了更多的这种自主性 对吧 未经许是有可能的